當時也算是我想對法律有興趣的啟蒙老師了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這樣一個正職跟專業的老師 為什麼願意就是說要接任這個職位 其實思考的點還蠻重要 因為當中是有被一個理念跟理想願景給感動到了 覺得如果說真的有機會可以不分藍綠 大家一起努力來做一點事情 改變一個城市或改變一個國家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不管是經濟觀光 各方面都可以變得更好的話 那我當然要恆卓我們自己有沒有能力幫得上忙 如果我們專業能力真的幫得上忙的話 我想大家都應該可以捲起袖子 一起下來一起努力的 覺得挑戰就很大 雖然我自己也在市政府這邊有過一段時間的工作 不過我想的確是完全不一樣 那麼比方說像這麼多的媒體朋友 然後很多議題高度的關注 所以我當然就要更謹慎更小心 然後更能夠以知道大家對於韓市長團隊的要求跟期待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當然就要更戒慎恐懼 更認真更負責更努力的去把這些訊息帶給大家 可是因為以前也是韓市長的學生 所以有這層請願才會考慮加入 當然是因為我在學校的時候 不管選戰時間大家怎麼講 我自己知道我在學校上他的課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一個雖然是公民他講法律 然後上了非常好的老師 所以我甚至說當時也算是我想對法律有興趣的啟蒙老師了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這樣一個正職跟專業的老師 當時在我的心目中 所以才會覺得後來在接觸的時候都會對他有一份尊敬 因為你看韓市長他最近好像有點累 然後發言好像也比較多 所以他自己其實是不是也比較疲累 所以才更需要你趕快出來幫他一下這樣 主要是因為整個團隊還沒有到位 那比方說如果到了市政府系統裡頭 應該有很多的人力跟資源跟物力要可以運用的 那現在整個團隊的人大家都非常的精簡 那其實媒體的需求又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是現在交商大家知道高雄很有機會 所以很多很多的企業界的朋友都想要加入 在這種時候很多人要聯絡 很多人都必須希望有各種的需求 那應該是需要有一個至少可以讓大家充分得到訊息的這樣的管道 我想我就是先把這份管道 讓大家資訊可以得到一個充分的理解跟會整 是能夠有幫助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就你的部分會不會擔心他未來可能長太快 然後可能會有失言的狀況 我想我自己也是一個喜歡開玩笑 很講話很直的很有梗的人 那也許這是我們對位的原因 我們都是很真的人 目前的確是負責交接小組的成員 那麼禮拜一下午就準備要到市府去做交接的工作跟程序 那麼目前的程序上因為才第一次的會議 我們把一些需要釐清的重點 那包括我們在交接典禮的儀式上面要舉辦的地點 還有我們心中所希望的部分 還有我們接下來需要了解各局處的一些業務 跟目前的重大的措施 還有一些高度策略的部分的問題 甚至財務面的問題 都希望在這些一系列的會議裡面能夠釐清除 讓整個市府的交接能夠更順暢